今天西半部地区一片雾蒙蒙,但到底何时是雾?何时是埋?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陈一秀表示,上午中南部是埋海,民众在北台湾淡水拍到的云雾则是雾,但下午大台北地区的一片雾蒙蒙,则是以境内物染物为主的埋海和祥宇摄影,分享北部天空灰蒙蒙。 今天晚上北部空气品质指标已达红色等级,空气品质指标大于150,属于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北市环保局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北市环保局表示,一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今天下午6点,全国各区空气品质指标监测显示,北部中部空气品质指标已大于150以上,属于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等级。 环保局提醒民众应尽量减少外出,像是敏感族群或老人、小孩等抵抗力较弱者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在户外从事剧烈活动。 依据中央气象局说明,29日上午中南部是埋海,北台湾则是因水气变化形成的物。 但从下午2、3点起,北台湾已经没有太多水气,台中彰化以带改吹西南风将空气往北边带,因此中部以北到了下午出现的是以境内污染物为主的埋海。 环保局表示,今天中午开始系悬浮为力浓度增加,北部空品区的侧站领口桃园、观音以达红色警戒、北市下午市林、万华等站陆续达橘色提醒,万、上六点万华侧站以达红色等级。 北市环保局提醒民众做好个人防护,敏感族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必要外出时请记得配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有关最新空气品质现况,民众可参考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